大家好 这里是聊聊吧 有没有看到新长的叶子 已经开始没有水枣了 就是没有枣类了 这个就要归功大量的黑壳虾 目前我里头放一两的黑壳虾 那这个黑壳虾量非常的大 其实它慢慢的会把新的叶子上的 新的叶子上的枣类全部吃掉 所以呢 你看这边目前还有枣类对不对 不过因为放了以后 过一阵子它就慢慢的把它削掉 主要还是要除藻生物够多 那现在新长的就没有了 新长他们会去除就没有 那旧的呢 其实如果等到它凋谢 或你把它剪掉的话也没有了 那所以呢 除藻生物其实你要足够多 它才能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因为重新开缸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这个状况 就是暴藻的状况 毕竟里面的植物比较少 植物比较少的状况下 如果你的生物量还是一样多的话 它吃喝拉撒一定会产生氮化物 那这时候状况呢 就会造成你下面的枣类暴藻 那所以呢 现在进了一两左右的黑壳虾 黑壳虾 那现在帮忙在除藻 那下面还是枣类非常的多 不过呢 你可以慢慢的发现 它的新的新的芽 上面的枣类慢慢的减少 就是开始有除藻的效果 那主要呢 是因为最近 枣类实在是暴多 因为喂鱼喂的太夸张的关系 你看每一支的红莲灯都肥肥的 那基本上 反正我养这个水草康 有一半的目的都在喂鱼 对 因为养水草康的鱼特别好看 你会发现 不管是红笔剪刀 不管是红莲灯 那不管是 还有呢 还有那个 像这个 像这个樱桃灯 都非常的漂亮 光线比较强的关系 总是有那种 强烈的光线感 这是总是觉得还不错 不过这次来了一只奇怪的鱼 那一只 那一只 那一只是 这次买那个黑壳虾带进来的 那非常有趣 应该是 可能是 看起来是那个 就是那个孔雀鱼的亲戚 就是那个 软胎生的那一类的 那一类的鱼种 OK 那所以呢 除藻生物要够多 你看这除藻生物 下去以后呢 它们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至少 前一阵子的时候 那个底棉底材上面都会出现一些藻类 现在已经快被清的差不多了 都只剩下一部分 那这时候呢 它清完以后 它会去清植物体上面的 那 其实最好用的还是大和藻虾啦 不过大和藻虾很贵 那相对而言 它价格比较高 那黑壳虾呢 就是量大 量大 假设你一次放个一两下去 或放个一两多下去 那其实除藻效果还是不错的 一两非常多只 你看后面全部都是黑壳虾 我们看到下面后面黑壳在那边爬来爬去 那这时候呢 其实刚开钢都是这样子 现在开始 前军草开始走了 看这个前军草开始走了以后 这个开始走了以后 就会开始 开始准备 开始准备 前面开始准备慢慢的铺满 那最近天气比较热的关系 像南部都可以到达快38度 39度的温度 那我现在目前水草钢保持在27度 28度的附近 就是比室温 大概在27 28度附近 这时候呢 里头的活的会比较好一些些 太高温其实 对于夏天而言呢 有些植物真的是很麻烦 而且太高温对于雨也很麻烦 因为温度越高 农氧量越低 这时候呢 是会造成 比较容易造成雨体的伤害 它呼吸不太到氧气 因为 溶氧量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我会建议都 维持在30度以下 那我现在目前就是风扇 加上冷水机 把它压在在28度 27度附近 就在这附近下度过这个夏天 现在真的温度越来越热 好 那所以呢 你看过两天我们再来看看 是这个棗类 因为我今天才买一两黑壳下来 所以还有 还有时间 可能过个两三天 三四天 让它除棗一下 你会发现那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今天才进来 那进来多多少少都会死一些些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很快速的 等一下它就会把它清掉了 可以看它现在还在清 这个就是死一些些 那现在目前呢 等它稳定 其实到越稳定的水珠冠买 它死的数量会越少 特别是这个时候 你运输的时候也很容易死掉 基本上 我建议如果你买了以后呢 马上回到水草缸 这是重点 因为之前呢有一阵子 就是买了以后 然后放了一下下 那太阳一晒里头的 虾子就大量的死亡 所以基本上我建议就是 马上 买完以后马上回到水草缸里头 水草缸里头 然后就下缸 这时候死亡率会降低很多 特别是在夏天 夏天 夏天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温度太高 那虾子只要死一只里头 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的死亡 这时候就会很麻烦 那你看我的后金草已经开起来了 这个是那个 其他的后金草 我现在目前的后金草就是 目前以小柳 然后那个 这个是那个 这几种 小柳 这几种 然后组合起来 那这时候呢 现在就等它涨 目前因为暴早的状况 光合作用效果就不是这么的好 等过两天它清干净以后呢 开始加易肥 它的成长就开始了 那你看那个新叶真的长得很漂亮 水草刚游的时候就看看这个新叶 就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那当然 如果现在还有进那个水浮龙 水浮龙进来 主要就是吃里面的淡寒物 那水浮龙其实非常的有用 因为它的气根的关系 如果你在前期没办法控制枣类的话 我非常的建议你种一些这种水上型的植物 水上型的植物它的气根会去抓水中的淡寒量 减少它的淡寒量的产生 其实就有助于你控制你的藻类 像这个水浮龙这一类的 那其实这个虾子也很喜欢跑在上面 那其实呢 如果有 不管是浮瓶 不管是水浮龙 这个都非常适合在你出草 创钢的时候 然后放在你的水草钢的上缘 这时候呢 它就会去吸收里面的 像淡元素之类的 所以你里头的水质里面比较不会产生淡元素 就是比较不会累积淡元素 这时候藻类就会减少 角色就会减少 藻类其实是里头产生最快的物种 因为它大量的吸收 大量的分裂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它很快速的就会占满你整个钢子 如果你都不处理的话 那当然前期在色钢的时候 因为你的水草量的量不多 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 不过这次主要还是进了一两左右的黑壳虾 你看现在还是有一些些死亡的 这时候呢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捞起来 当然你要捞起来也可以 如果死亡量不是这么多的话 你可以让它们吃一吃 其实吃一吃 大概今天晚上就会全部消失了 如果你的黑壳虾量是够多的 那如果你黑壳虾量不多的话 死太多虾子会造成优氧化的状况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两面刃 之前有一次我就是喷那个水淹 有没有 水淹是杀黄劑 喷完以后整个那个虾子就死光光 大量的虾子死光的时候 会卡在那个植物体里面 你会捞不到 那捞不到的状况下呢 很快就会产生优氧化 这优氧化就会造成整个里头 全部都变藻类 非常的恐怖 所以呢 水淹要注意一下下 那个对虾子是一个 很强烈的杀伤力 很强烈的杀伤力 OK好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聊一下 水草钢 目前呢 现在就是进了一两的黑壳虾进来除草 那前进草已经开始启动了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最近的温度 最近真的是有点高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现在见咯 拜拜 拜拜 因为这一天 今天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杀众